桃園西国新山道 桃圆西国新山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换你们念 很好 你们念得很好 第二个词会 不 是什么意思呢 不 是爸爸的意思 请你们注意 我们念不的时候 然后 声音是要往上哦 仔细听 老师念两次哦 好 现在换你们念 很好 你们念得很好 第三个词会 咩 是谁呢 咩 是妈妈 好 请你们注意 好 请你们注意 念咩的时候 声音就是很快速的往下滑哦 仔细听 老师念两次哦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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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是咩 是家的意思 好 请你们注意 咩 是家的意思 好 请你们注意 咩 的念法 声音有一些部分就要从鼻子发出来 还有 声音要慢慢的往下滑哦 仔细听 老师念两次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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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换你们念 很好 你们都念的很好 第五个词会 最后一个词会了 跟 是什么意思呢 是孩子的意思 你们都是爸爸妈妈的爱孩子 对不对 你们要念根的时候 也要注意,声音是平平的哦 仔细听,老师念两次哦 好,现在换你们念 很好,你们都念得很好 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游戏 翻卡抢答游戏 荧幕上有五张图卡 老师会按照顺序 把每一张图卡翻起来 图卡翻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们看到越文 那你们就赶快讲中文 如果你们看到中文 那要怎么样呢? 要赶快讲越文 好,现在我们开始吧 第一张图卡 爱 越文是怎么念呢? 很好,答对了 第二张图卡 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是爸爸 第三张图卡 妈妈 越文是什么意思呢? 对了 第四张图卡 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对了,是家 最后一张图卡哦 第五张图卡 孩子 越文怎么念呢? 对了 很好,你们都答对了 你们都很棒 好,接下来 我们又再来玩一个游戏 帮动物们找到他们的家 动物们要放学回家 不过,他们忘记他们的家 是在哪里了 那我们就要按照动物们身上 带着越文牌子 和每一间房子门口 挂着中文牌子 来帮动物们找到他们的家哦 首先,我们要来看小熊 小熊他身上带着越文牌子 是写什么呢? 写You 好,那你们看看 小熊的家 是在哪一间房子呢? 老师有听到同学说 是第二号房子 好,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呀? 是的,答对了 You 爱 恭喜小熊已经找到他的家了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兔子身上带着越文牌子 写什么呢? 写 好,那你们来看看 兔子的家是在哪一间房子呢? 第三间吗? 是的,没错 是第三间房子 是第三间房子 小兔子也已经找到他的家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小猫咪 他的家 你们说 是第几间房子呢? 第一间吗?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呀? 答对了 是第一间房子 美 妈妈 哇 小猫咪也找到他的家了 好开心哦 你们都很棒 哇 那现在还有小猪跟小狮子 来 我们看看 小猪身上带的牌子是写什么呢? 写 公 好 小猪的家是第几间房子呢? 第五间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哦 是的 小猪的家是在第五间房子 公 孩子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小猪子的家 是在哪里呢? 猪子身上带的牌子是写什么呢? 写 娘 好 那猪子的家是第几间? 第四间 我们来看看哦 是的 猪子的家是第四间房子 娘 家 哇 动物们都找到它们温暖的家了 你们很棒 干em热热热 我们的家 除了爸爸妈妈 还有谁呢? 有哥哥 安哉 也有姐姐 鸡鸡 还有弟弟 还有妹妹 我们都学会了跟爸爸妈妈说 我爱爸爸妈妈 也学会了家庭成员的词汇 大家回家 记得要讲给家人听 老师 这是越南的三轮车吗? 怎么跟台湾设计的不太一样 是的 这是越南的三轮车 这台车的设计啊 一开始是为了要省力 但是后来呢 大家也发现 这样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合理的 是因为呢 乘客坐在前面 可以欣赏风景 也可以避免闻到车夫的汗臭 车夫只要把车尾抬起来 这样子 乘客就很方便的上车了 大家如果有去越南旅游 一定要体验看看哦 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结束 再见 Dambi